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你的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的世界範圍消息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英國國防部有消息,收到封俄羅斯又來 他會派七路軍隊攻擊烏克蘭 包括由北東至南三路地區會進擊烏克蘭 甚至會進逼他們的首都基庫 亦會進擊他們的中部大城市 蒂列伯羅,大約100萬人口左右的城市 這個城市特別在蒂列伯河中間的位置 一個河口的位置 所以是一個四通八達的位置 佔據了蒂列伯羅的位置 方便他們進行第二階段的進軍 由烏東打到烏西的地方 穿越好幾個大城市 經過他們的公路網和田路網 之後會進擊雲尼斯爺 非常西部的城市 甚至乎可能最後會進擊整個烏克蘭的國土 這是一個非常有侵略性的 我們經常說的很激烈性的 如果打到烏克蘭的時候 其實亦都距離邊境 我們說的利玉夫 美國或很多現在不同的國家 都將他們的大使館搬到這個城市 基本上是貼著波蘭邊境 有什麼侵略的時候 馬上就過波蘭 就可以安全回到美國 加拿大、德國、英國 回到自己的國家 之前亦有訊息說到 黑鷹的直升機 似乎也是在利玉夫附近 他沒有進入烏克蘭境內 依然是波蘭境內停留 等到利玉夫把這位士兵送到波蘭 去到波蘭的時候過境 然後黑鷹再將他入波蘭接走 你就見到現在的軍事上 是相當敏感的 美軍亦嘗試不讓俄羅斯有任何借口 進入烏克蘭境內 從而令俄羅斯挑起了這場戰火 所以大家都真的鬥智鬥力 這場戰爭 應該如何看到一個無燒煙的煙火 可以鬥得這麼燦爛 都是高手過招 當然各位各位高手的聽眾 也要幫我們 包括你們按一按LIKE 你按一按LIKE 雖然是你一個人的事 但是大家一起按 跟我們的台有關係 大家按一按LIKE 令到我們在演算法上 就可以去到一些推薦頻道 二本影片等等的情況 所以希望大家幫幫忙 另外,如果你還未按鈴鐺 或者按了鈴鐺 但不是按全部 你也可以幫我們按全部 當我們節目有更新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好,我們再說回 這個消息其實是來自英國國防部那邊 在17日表明 俄羅斯即將會侵入烏克蘭 話說普京已經落定決心攻擊 所以英國國防部就在社交網上公開了這條可能的路線 甚至乎它有機會分兩個階段作戰 亦是侵他們俄羅斯最擅長的陸路入侵 英國媒體的報道就在於烏克蘭附近 其實俄羅斯的軍隊 現在是沒有一個撤退的跡象 雖然俄羅斯經常性都說他們的部隊撤退 但暫時在英國和美國為首都未見到 甚至北約的秘書像斯特特伯格 也是這樣說的 現在看到他們集結在烏克蘭邊境 甚至乎有傳言除了增兵7000之外 其實還要繼續增兵 最多我聽過一個消息說 去到19萬 這個數目相當驚人 距離他們頂綁的兵力 大概25至28萬又近了一步 現在他們集結的距離 大概在烏克蘭邊境48公里以內 48公里以內其實被之前 他們停住在大型集結區 臨時扎債的地方又近了 開始進入我們叫做射程區 射程區是甚麼呢? 這些攻擊位置通常我們說 他們的重型火炮 重型火炮 例如我們經常說 他們的火箭 Rocket artillery 他們這種也是俄羅斯 即地面部隊大型火力的示範 射程70至130公里不等 所以如果你說入了48公里以內 完全進入了戰術攻擊範圍 我們也有提及 其實以俄羅斯 即他們的火力覆蓋 絕對是凌駕於烏克蘭 他們亦不會跟你短兵相接 例如說 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察 因為俄羅斯擁有絕對壓倒性的制空力量 我們說到他們 大家就明白了 你看到這麼多路的軍隊進攻 每一路的進攻 其實都有絕對性的空優存在 俄羅斯如何獲得絕對性空優 首先 他會派出彈道導彈部隊 Escander 伊斯坦德爾 在這裡清場 他會發出彈道導彈 500公里以內 全部都是進攻的範圍 我們首先把防空系統打擊 例如我們說 S300 S300相比伊斯坦德爾 蝕在射程 我們說S300 射程是250公里左右 在一個防區外 對方能夠在500公里打擊 甚至對方可以用把握攻擊 甚至可以用電子戰 俄羅斯也有他們的電子戰部隊 雖然大家很少聽聞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干擾著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如果你想用戰機攔截他的時候 對方又可以放S400在附近攻擊 所以攻他又不是 所以如果失去了防空制空的能力之外 很快速對方也能輕鬆進入領區 進行地毯式轟炸 地毯式攻擊 當打到你地上所有的重火力都沒有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不能停留得來的地方 單兵其實在這些地方都相當危險 所以在平原的地方基本上 在這個時候已經清除大型火力的時候 俄羅斯的地面部隊就可以慢慢地推進 問題是只是推進得快還是推進得慢 但是你說西方送來的武器 是否完全沒用呢? 又不是的 例如說如果去到一些城鎮 繼續富裕頑抗的話 也不是沒有機會 但是主要是俄羅斯能夠控制的城鎮 即是他能夠控制的範圍有多大 以及城鎮最後有生的力量、民丁等等的士氣 最後還可以成為健波 統一指揮又有多有效 我們先說回圖 包括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包括來自於北方的進攻 首先一打就打到基庫的地方 這是直取首都的打法 來自於Yansk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永久駐紮基地的角度 即是進軍 另外兩路軍隊 就來自於白俄羅斯的地區 來自白俄羅斯的地區 大家應該記得我們說過 來自近切爾諾貝爾的地區 沿著帝尼白河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要穿過白俄羅斯一條 叫做普利皮亞貴河 穿過這條河要過橋 俄羅斯或白俄羅斯做聯合演習的時候 其中一個就搭了一條橋出來 這個我們也是在華民世界中 差不多第一個報道這件事情 搭了一條橋之後 在第二天就消失了 即是說他們已經在練習著搭橋 然後收回橋 之後又會在其他地方再做搭橋 即是說他們這個練習 我們相信可能每一天都會有一個科目去做 即是說可能突然間睡醒有一天 你會發現他們搭了好多一條橋 然後就在這個邊界裏面 沿著普利皮亞貴河 他們的坦克遮 即我們說的T72 他們可以穿過這條橋 完全沒有問題 承托力達到60噸 坦克也是50噸左右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可以跨過 快速就進棍 進住首都基庫 一條相當之簡短的路線 另外一條路線 由西北地方迂回一點點 進擊基庫 不過都是100公里以內 所以這些就像斬首行動一樣 都是頗取名的 另外一條路線 一個越過大城市的戰術 直接襲擊 我們說的 帝列伯河 中部一個大城市 大概100萬人口 這個帝列伯河 也是在列伯河 中心點的位置 佔它當然有些好處 包括它可以發動第二階段的進攻 可以打到西部城市 西部城市文尼撒市 文尼撒市 亦距離利玉庫 即是烏西邊境之序 基本上都搭著旁邊的波瀾淵境 這些位置 你觀察已經相當近 即是說如果打到去 到時聯軍 包括英國、加拿大、法國、美國 即是他們的大使館會陷入危險之中 可能要立即撤退到波蘭邊境 亦看到我們剛才所說 波蘭邊境的美軍 都要相當小心 因為如果他們越境 就會被俄羅斯一個口實 過來攻擊 所以現在真的要鬥志鬥力 包括之前的黑鞭直升機 都只能停留在波蘭邊境 等到你們的車隊 送到那位受傷的軍隊的人員 再過到波蘭邊境 用黑鞭直升機接他走 你們看到了 美國盡量遵守 即是不進入烏克蘭境內的決定 所以現在如果第二階段的進軍 亦是挺威脅性的 另外一路比較爭議性 來自克尼米亞這一路 首先為何要奪取烏南這個位置 主要原因是淡水河 旁邊有一個水壩 他要奪取淡水河的控制權 以免被波蘭握著水壩 咬住克里米亞其中一個水源不放 這幾年來 其實克里米亞都感受到這種威脅 所以他們要搶去水壩的控制權 就叫做拿到克里米亞淡水的控制權 但為何另一路要向這邊進攻呢? 很少原因是因為他們體重了奧德薩 奧德薩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烏克蘭他們對外 即出海口一個很重要的貿易港口 他們超過75%的出入口 都靠奧德薩這個地方 而最新烏克蘭 原本的海軍就在克里米亞那邊 即是我們講前克戈艦隊的基地 但現在也沒辦法 已經被俄羅斯奪去克里米亞 而他們以前的大型軍艦都被繳鞋 被繳鞋之後 他們只剩下細艦 他們現在能夠組織到他們的海軍 比較有效都要在奧德薩 所以奧德薩都可以說是他們的海防最後一個大城市 所以如果由陸奧進攻奧德薩 當然讓海魯進攻就來得方便 始終也是那句 俄羅斯也不是真的一個強海軍的地方 克海艦隊固然在克海也是佔過優勢 跟烏克蘭比 烏克蘭基本上也沒什麼抵抗能力 不過如果可以用陸軍去佔據的話 當然也是俄羅斯比較袖手 和他們比較習慣的形式 雖然現在我們分析完七路之後 仗仗還沒打 但大家又發覺有些事情 又是向戰爭埋進一步 來自於頓巴斯 即是我們講到奴金斯克 以及聶斯頓 即聶斯克他們兩個日文共和國 他們都稱呼善現在烏克蘭政府向他們開火 開火也是用我們講迫擊炮開火攻擊他們 之前我們說過昨天 烏克蘭那邊幼稚園都被攻擊中 這邊他們又說有些炮火攻擊 甚至乎普京也指出 現在似乎烏克蘭是我們說頓巴斯 進行種族滅絕的行為 因為他們找到一個亂座缸 上面有百多人在撞 應該都是俄羅斯人 相信他們可能有屠村 或者大量屠殺俄羅斯人口的事情 曾經做過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美國很快就說沒有這種事 俄羅斯當然繼續堅持這件事 這件事很明顯會拿回他們的國會 例如他們的渡馬 我相信接下來會有些法案推出 也會鼓勵普京進一步去交戰的藉口 這件事大家都聽過我們台語說很多 應該都是一個偽旗行動的開始 所以你看到一出現偽旗行動 這是一個開戰的訊號 另外亦有發現到 莫斯科那邊也驅逐美國 駐莫斯科的副管長 回到美國 這又是很敏感的一件外交事件 所以你看到 我們說布林肯 其實也在聯合國發言 他的說法很認真 首先 兩國之間是一個真誠的見面 最重要的是 他不是主張開戰 而是要避免這場戰爭 布林肯繼續呼籲 現在看到瓦蘭邊境依然集結了15萬大軍 以及大規模軍事攻擊的可能性 所以直到他這樣說 就是希望世界上看到俄羅斯 如果你不會入侵 撤走你的部隊 彈飛機回到你原本的基地 才再派遣外交官作為一個談判 當然這完全不適合俄羅斯的跡象 他們是用拳頭來講數 你要他撤了拳頭 他就不會講數 雖然大家看到 美國這邊是很盡力地談判這件事 但你又發現烏克蘭其實不太靈情 我們說到他們的總統 烏克蘭總統 扎蓮斯基繼續探訪他們的軍隊 他有個說法 其實他不尋求 北約駐軍烏克蘭 反而他繼續希望北約這邊或歐盟 繼續提供資金援助 援助他們這麼脆弱的經濟 而且主要因為烏克蘭近期的貨幣也比較波動 凡有戰亂的地方 貨幣波動也是相當正常的 所以他經常不想俄羅斯入侵 因為他也不想他們的經濟崩潰 你國家未受到入侵 經濟就已經崩潰了 這也可能是普京其中計算的一步棋 所以你衛防他這樣做 所以不讓俄羅斯任何藉口有機會打他 所以他歡迎大家送軍給他 亦都歡迎大家借貸給他 最好不用還 所以這就不要讓俄羅斯任何藉口打到來 當然這已經到達中資的辦法 因為老實 其實打不打 就不是澤連斯基或者北約那邊怎麼想的 真的要看看普京大帝 當他萬事俱備的時候 就只欠他額頭而已 所以如果他額頭 其實俄羅斯軍隊一樣 就揚長而進 一樣會打到基庫那裡 我在這裏 我也想和一些最新加入軍武器人的軍迷說聲 說到大家經常都已經開始有些疲勞的感覺 因為國際打仗好像經常都說有情報要打仗 36小時 48小時 72小時 說完就算了 好像沒了一件事 大家覺得英國被那些情報都是吹水的 對吧? 我們這樣看 即是我們去分析軍事情報的時候 因為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一瞬間 即是說他可以在兩分鐘之前 下一個攻擊的命令 可能在臨周行之前10秒就abort了 mission 停止了都可以 所以戰爭的事情都是這樣的 一秒都延長 全部都是一個即時的決定行為 所以 會觀察到就是 如果有些情報決定是要攻擊的時候 有好幾個方法可以阻止他 第一 就是你派強大的軍事威懾力量在他面前 如果動在這裏時 那大隻鹿可能他就決定不打了 另一個就是你踢爆他 就說了他的計劃出來 令到多方能夠做提防 還有這個世界的衛星、傳媒 全部都會在陽光底下做報道 這個會令到你軍事部署無所遁形之後 喪失了先機 可能你都不會打 這個究竟會不會是拜登、英國 例如Boris Johnson輪流發功 令到你2月16日打不成 然後2月18、19日打不成 這個可能輪流發功 會不會遲些日法國有情報 德國有情報呢? 我們會繼續觀察 這一招可能會有效的 所以你說究竟是否出口信 還是虛假呢? 總之我們看結果 如果結果是不打 就不是因為你的情報不好 就可能是你的情報導致他打不成 所以整件事對北約這邊來說 是一個理想的戰果 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很難分析這個情報準不準 不過我們真的有一個位置去看 軍事入侵裡面 主要我們不能夠判斷政治領袖他們的決定 但是我們能夠分析的就是他們的軍事準備有多充足 包括你調到前線的部隊 首先第一是否包含了制空、制電池、電子戰 或者前線準備的彈藥、油 又或者食物很多不同的東西 野戰醫院 或者我們說到後勤 他們的輸送線、補給線是否穩固 他們可以打多久的仗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去看大國、中國、小國打仗 究竟他們是怎樣動員 當然有士氣、正當性等等 還有外在的因素包括有沒有援軍、有沒有同盟 或者他們被孤立等等 被制裁 很多東西我們都一次過都要計算進去 所以我們會看到 現在俄羅斯的距離開戰是真的一步一步迫近的 從他們外部的實力和製造開戰的藉口等等 都慢慢具備 所以亦是令我們經常性看著 以及我們都是高度警惕的 這也是我們軍事分析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做分析 我們是不會和大家像大小一樣跟你說 一定會打和一定不會打的 而且這麼早說也沒有意思 因為可能連普京自己都還沒有決定 那你就幫他做決定 這是一個很草率的決定 所以有時候KOL會說到 他一定不會打 因為天氣的問題 天氣是現代軍事來說 尤其是強國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有機會能夠克服的 尤其是我們說到坦克的部隊 以及你也說過 地面部隊不是俄羅斯唯一的 即是他們現在對著烏克蘭 他們的空防 即是他們的壓制對方的空防力量都很強 壓制之後 其實裝甲部隊向前走 基本上都不需要發炮 他們只是向前撿東西而已 所以他們面對的橫抗都不會很大 也是零星的反抗 當然有些坦克的損失都是應該的 即是對方總有一零星的部隊反抗 但不會影響大小的前進方向 所以大家做些軍事觀察 都要相當小心 另外我們做一個軍事的預告 因為明天我們會看到 俄羅斯進行全球性的軍事演習 主要都是一個戰略威懾 包括會派出圖22M3這種戰略軍閘技 釋放一些核常兼備的飛彈 超音速的飛彈等等 另外會有蘇30SM 這個都很正常地中海那邊 另外太平洋那邊也會派軍艦 另外看看地中海來的莫斯科艦 會不會過來 就加入地中海那邊 一起玩 太平洋那邊也有機會在北海那邊 會派出他們的潛艇 他們戰略的黑潛艇 就會進行彈道導彈的視射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戰略威懾的一部分 都是show quality show us all 這個我們看看會不會是明天的時間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也是終極賽里蘭其中一招 亦被全世界看到 最主要其實都是大內宣 都是要給俄羅斯人民看到俄羅斯的榮光 好,這一節我們就差不多來到這裡 大家注意這場仗 經常有情報的時候 我們每一條都要認真去處理和分析 大家千萬不要當作賭大勢的形式 大家真的不要再問我 你給100元你賭你會打你會打 我們真是說不到 其實就算做情報做到最高級 他只能夠支持那一天的情報 他能夠相信 甚至乎是那一小時 那幾個小時都能夠相信 過了他都無能為力 另外大家記得幫忙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也可以選擇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即是我們每天用心為大家做些軍事分析 所以好像當作打賞或請他們喝咖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廣東話軍事部門的運作 我稱之為一個部門 雖然部門通常只有我 有時我們有幾位主持 亦為大家服務 好 另外大家亦可以課金 除完 包括有銀行 有Payme 有轉數快等等 另外亦開通了PayPal 大家如果打賞 亦無人歡迎 多多益線 少少無拒 好 大家記得下面留言 留言、Like 和Share我們的節目 給其他朋友 好 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繁維消息 大家再見 拜拜